第八百三十三集 大殿外 方平脸色阴沉 冷冷扫了一眼黎安 面色略显猙獰 低声道 最近少来挑衅本统领 现在本统领正想找点事做 找不到方平的畜生 那就杀几个废物试试 黎安脸色铁青 哼了一声 没再搭理这个疯子 入了大殿鞠躬行礼 方平盯着他的背影看了一会儿 没急着进入 这时候话语几人也走了过来 几人也听到了刚刚两人的冲突 都是面带笑容 也没管封灭声 纷纷进了大殿 朝王主和天鱼行礼 接着各自找个座位坐下 座位并非胡乱去坐 大殿两侧都摆放着一些暗集 众人分析而坐 不过这里也没标名字 方平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自己该坐哪 不过他也看到了 黎安这些人都坐到了左侧 右侧都是空着的 左侧上手还有几张暗集是空的 方平猜测应该不是给他们坐的 可能是给一些顶级强者坐的 方平不急着入大殿 脸色一直阴沉如水 直到看到不远处的一群人走来 这才恢复笑容 看到赵新武走在最前面 方平连忙笑道 赵帅到了 赵新武淡淡点头 也不理会 静止入殿 朝上方两人拱拳 算是行礼 接着 在左侧第二个座位坐下 方平见状笑了笑 又看到了人群中的柳无神 连忙招呼道 无神束缚 殿下 柳无神笑了一下 招呼道 殿下怎么不入殿 方平耻笑一声 自无忌惮道 有些人见我无护存跟随 实力不如的 居然当庭欺辱于我 无神束缚 这是赴燕 还是要灭杀我 封灭生 无神束缚还请见证 我若死 绝非方平所为 怕就怕 有人杀了我 栽赃给方平 那王祖归来 大殿中王主脸色惨白 但笑道 灭生 不要胡说 入殿吧 然而只是刚突破 力量失控罢了 并无针对之意 此刻已经有不少人 进入了大殿 方平朝黎安看了一眼 冷笑一声 黎安脸色难看 方平却是不理他 谁看你了 老子找位置罢了 现在算是知道了 老子居然和这家伙 坐隔壁 王楚都坐在左侧 方平看了一下 好像是按照实力来分配的 话语 紫月几人 都在离安之前 按顺序 他在离安之后 也许是按照成为 王楚的时间来分配的 总之 方平知道 那地方 大概就是自己的了 处处都是危险 方平保持淡定 心中却是感慨 在这儿 真的是步步小心 这要是不小心 做错了地方 可能会出大事的 而且大殿中 还有一位真王级强者在呢 在这儿 情绪波动 都有可能被感知到 方平没再耽误 入殿 朝郑主和天鱼行礼 刚刚话语几人 如何行礼 他也看在了眼中 这鬼地方 真的是一步错不得 他们这些人入殿 大殿外 还有一些人 则是没有入殿 那是一些强者 带来的护从 这个方平知道 圣果宴期间 好像会有些争斗 护从是可以带的 有时候 有用得着的地方 至于封灭生 回下两位八品 风滑死了 风哲去了 真王殿还没回来 这次也没带人来 方平落座 也不掩饰 朝周围看了看 左侧这边 第一位是右神将 第二位赵新武 第三位花旗道 赵新武算是额外的人 实际上 左侧是以右神将为首 接着花旗道 然后才是其他七殿殿主 天职殿殿主 就是正主 由此可见 天职殿 重要无比 三部统帅都是最高核心 这十人以下 是十六位王储 方平是最后一位 他下方则是各殿副殿主 右侧 姬瑶这些人为首 接下来则是真王府的人 两侧 到了最后才是一些外围的神将强者 大殿中此刻坐着上百人 最低都是七品镜 等人都到齐了 一些宫女开始上菜 所谓的菜肴 就是一些能量国 天才地宝之类的 没有妖兽肉 也没有其他的 妖族在地窟实力不弱 这种正式场合 那是不能吃他们的 当然 私底下是可以吃的 大殿中寂静无声 片刻后 王主笑道 近日 天与大人凝炼三枚圣果 圣果之效用 诸位想必清楚 壮大不灭神 锻造不灭身 王庭承蒙大人厚爱 千年来 大人凝炼之圣果 皆赠于王庭珠强 不过圣果有限 神道之下无者 皆有效用 王主续到了几句 随着他的续道 说话都微微开始喘息了 方平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这么严重 说几句话 都这么累 在地窟强者为尊 这样的人物真的可以 坐稳王主之位吗 越是如此 越显得可怕呀 不说地窟就说魔武 一个毫无实力的人 可以担任魔武校长吗 连魔武都如此 别说地窟了 管理这十多亿平方公里的河山 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说了一会儿 王主又轻笑道 这一次天鱼大人凝练三枚 已经出乎预料 不过其中一枚 天鱼大人准备赠予姬摇 下方姬摇起身 没有平日对封灭生几人的不屑和嚣张 行礼道谢道 多谢天鱼大人成全 姬姬鸣记在心 老者微微点头 轻笑道 算是老朽 对姬红王主 道贺的贺礼吧 一族两真王 姬家愈发昌盛了 姬南踏入神道已久 未必无法晋及真王 姬南连忙攻身道 大人过誉了 姬南可无法和王兄相比 姬人说了几句 天鱼面前凭空出现了三枚碧绿色的果子 个头不大 山楂那般大小 这三枚圣果一出现 不少人呼吸都中了不少 这可是真王静腰直结出来的果子 提升精神力 锻造肉身 都有巨大的帮助 能量果和能量果也是不同的 葵果虽然是九品腰直结出来的 可腰葵城的大葵花 每年出产不少 葵果不算稀少 有的九品腰直结出来的唯一果 那才叫锡真 当初薔薇城的那朵薔薇花 结出了一枚唯一果 那可是连九品精神力寂灭都可以救活的 堪称绝世锡真 天鱼作为真王 圣果并非唯一果 一段时间内都有 可也不是随便结出来的 而是要消耗大量的精力 这也是每次凝炼圣果 一位圣王都要闭关的原因 圣果未必就比 薔薇花的唯一果价值低 三枚圣果 其中一枚静止飞向姬瑶 姬瑶接过圣果 再次道谢 果子凭空消失在手中 方平余光瞥了一眼 姬瑶手中也有一枚戒指 楚戒 最近才有的吧 之前可没有 要不然上次斩了她的双手 这玩意儿就是我的了 方平心中念叨着 王战之地 她可是斩了姬瑶的双手的 那时候可没见到这玩意儿 此刻天鱼面前还有两枚圣果 王主好像累了 没有继续开口 幼神将见状缓缓的 圣果数量稀少 无法人人都有 每年天命王庭使者 赴王庭 来者是客 王庭殿下十六人 天命王庭除姬瑶殿下 也有三位殿下同志 天鱼大人和王的想法是 强者拘之 方平直接干脆地插话打断道 灭生觉得不妥 幼神将看了她一眼 方平随手拿起一个果子吃着 笑道 灭生只是统领高端 如此一来 岂不是说圣果和灭生无关 强者拘之 这是要比试一番 确定圣果归属了 真要如此 干脆送与别人算了 还开什么圣果宴 说着 方平起身朝天鱼行礼 笑道 守护大人 灭生并非质疑大人 可此举不公平 大人宁恋圣果 也是为我王庭培育可造之才 大人之恩王庭皆知 可灭生年幼 论实力 自然不如那些年长之人 天鱼也不动怒 淡淡道 那以你之义如何定夺 方平笑道 这是大人的东西 大人想赠予谁 任凭大人处置 灭生不敢质疑 可灭生自认统领镜 无一敌手 同节一战 灭生无所拒 他这边正说着 前方机摇抬头 看了他一眼 痴笑道 哼 统领镜 无一敌手 方平看向他 脸色冷淡了许多 缓缓道 纪阳 我和守护大人说话 轮得找你来插嘴 哼 方平痴笑一声又道 大人 灭生的想法是 统领镜分配一枚圣果 尊者镜分配一枚圣果 至于二位神将 镜殿下 灭生觉得 神道路还是该自己走 就不用再分配了 天职王庭十六位王储当中 有两人已经达到了弱九品镜 圣果也蕴含着 一丝丝真王镜的本源感悟 极少极少 对弱九品真正踏上本源道 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不过这两位弱九品武者 并无真王座后盾 方平对这些也有些了解 在封王府 没少问封玉这些情况 既然如此 方平觉得 也不用理会他们 七品镜一枚 八品镜一枚 自己还不是十拿九吻 没办法 两大王庭十九位殿下 之前他和黎安都是七品镜 现在黎安进了八品 天职王庭就封灭生是七品了 天命王庭那边 虎王的后裔是七品巅峰镜 玄真和那个百山月都是八品 虎王后裔 方平瞥了对方一眼 一脸威胁 你敢争 老子弄死你 听到方平这么说 天愚缓缓道 蒙密生如此建议 诸位有何意义 幽神将很快便道 大人 按照原本的规矩 十九位殿下争夺一枚 其他各府争夺一枚 两枚都给予诸位殿下 是否不同 他说完 人群中马上有强者开口道 守护大人 按照往年规矩 各大府邸 也有机会争一争 若是都赠予几位殿下 恐有不妥 当然 人群中不少人开口 觉得不妥 三枚圣果都给这些人 那他们岂不是白来了 三枚不少了 姬瑶拿走了 大家也不好说什么 还剩下两枚 按理说 十九位王储 争一枚就算不错了 总得给其他人一点机会 还有这么多真王后裔在呢 四十九大王府 除了封灭生这几位在王储当中 其他人都不在其列 天鱼还没开口 一旁 王主休息了一会儿 侧头看向天鱼笑道 大人 不如 还是按照原本的规矩来吧 让其他人 也有一丝机会 天鱼好像在考虑 很快 淡淡道 那就如此 方平脸色有些难看 上方王主脸上 泛现淡淡的笑容 余光瞥了一眼封灭声 别急 也让本王看看 会不会有人冒出来 这时候 人群中 柳无神开口道 大人 王 切磋之事 诸位殿下实力不移 刀剑无眼 不如 由诸位殿下 挑选一人比试几事 说着又道 此事可放到最后 不及于一事 关于近日皇城混乱一事 以及朝贡殿 被毁一事 属下觉得当先议 属下负义 应当先供一此事 圣果就在这 也不及于一事 这时候 不少人都开口复合 柳无神朝方平 微微示意 意思是告诉方平 他有安排 不用担心 圣果旁罗 方平露出笑脸 微微点头 心里却是狂骂 等什么等 现在先分了果子再说 还有 王主这家伙和右神讲 是不是有什么打算 这俩家伙 难道就是让所有人都出手 准备揪出我 方平心中微动 余光看向大殿外 我遮掩气息 改变气息 可以绵延千里 千米内 找个实力比我弱的 伪装成我的气息 让你们抓我去 不过不到必要的时候 没必要这么干 容易暴露自己更多的底牌 而且原本他们未必确定 自己就在皇宫内 现在改变别人气息 岂不是证明了自己就在皇宫内 那更危险 不过真要被你们察觉到了异样 老子就这么干 不知改变一个人 都给改了 看你们抓谁去 八品巅峰以下 他谁都可以改变气息 只要在这个范围 八品巅峰下的武者 人人都可以是方平 大殿中众人商量着 要开始先议别的事 王主好像有些不满 幼神将也是脸色难看 淡淡道 今日天命王廷贵客在此 此事稍后在意 有别的王廷人在 议论这些岂不是丢王廷的脸 这一点不是没人知道 可丢脸那也是丢的王主的脸 怕什么 方平觉得自己有必要主导一下局面了 虽然我才七品 可我是现在最有希望成为王主的王储 而且还有不少人支持我 背后还站着好几位真王 我怕什么 于是下一刻 方平义正言辞 起身道 天愚大人 王 密声觉得 不用顾虑太多 此事并非秘密 机遥众人也是看在眼中 此刻 王廷需要做出一些应对 难不成 真的让方平那贼子 继续逍遥下去 方平说起自己的名字 脸色那是铁青一片 可恨 该杀